好 普发6000元已经至少有640万名的民众登记入账 则有430万人是直接入账 合计是有1000多万民众都会在4月6号起收到政府的大红包 不过也意味着还有1000多万人还没领 立委担心引爆ATM邮局排队潮 对此财政部部长庄翠云表示会掩拟分流措施 也就是官网登记入账会持续开放的民众还是可以使用 同时也会积极和国内银行洽谈如何规划分流 至于邮局目前并没有规划身份证分流 会请邮局增加更多同仁开更多的贵位阴影 以上资讯主播